斑駁的磁砖 用手轻轻一碰就掉了下来 政府砸下60亿 要解决全台老宅危机 但第一个遇上的就是钱关 到底谁来付钱这件事 这有两派说法 就所有权权担负一定的责任 向政府去报 政府也必须针对这个东西进行检查 钱从哪里来 土木济师也举例 通常一平方公尺 补养费用是4000元 若以一个30平三房的家庭来看 只是一户就得花上约40万元 让民众闻之却步 整栋大楼的所有权能 就这个整个补强经费的分担上 是大家全体一起来分担 还是所有特定的整个结构层 像这种高楼每层楼的结构补强 不尽相同 若是有扩住的楼层 是否要多负担费用 也引发争议 快赛的作业来讲 这些的资讯揭露 禁止于到所有权能会知道 那就对外的部分 其实尚不会到进一步的揭露 原来房价也是压力之一 虽然目前政府没有强制公告 耐震评估结果 但民众争忧心 贷款没付完 房子就可能被贴上危险标签 我把房子拆除重建 我反而一块钱都不要出 我要补强的话 我反而要出钱 所以这整个 整个心态上造成 这整个政策是无法推动 即使有补助 但地方政府做法不同 像是新北市在前期 防证评估是全额补助 后续补强结构则是50% 各地不同调 恐怕还有公平疑虑 那这各县市的状况 不一致的状况下 这公平性也可能 很难去取得 所以说这也是不是有可能 未来会造成一些争议 地震震出老宅危机 但扩大渐渐 只是起点若没全盘配套 怎能走到终点 东森财经新闻 刘伟协计刘子澹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